转基因技术突破 是福音还是潘多拉磨合 打开潘多拉盒盖以后的基因经济 如何对它进行管控 转基因商业化争议在起 是科学进步还是违反自然规律 美国围绕着这个事情也吵得一地鸡毛 公司与行业德培论趋势 转基因的争议 各位观众 这里是德培论趋势 今天我想和各位说 基因是什么 在一定意义上讲 基因的技术的突破 是打开了潘多拉盒盖 潘多拉盒盖 大家知道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妖魔鬼怪 一旦释放了以后 你人类空得住吗 所以今天我就讲 打开潘多拉盒盖以后的基因经济 如何对它进行管控 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呢 在医疗领域 在生命领域 我几乎在媒体无论官媒 网媒 自媒都很少看到有争议 但是一旦基因技术进入到我们社品里面 那下不得了 吵得了一塌糊涂 你看看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的经济受损不去说 整个人口减少 每年几百万 什么道理 中了美国人的招了 当然我这个讲都是网上的 我现在我是保留的 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条 俄罗斯不搞转基因的农作 所以师傅和这个有所印证 为什么俄罗斯不搞呢 为什么你美国要搞转基因呢 对于俄罗斯来说 一亿人口 整个国土面积全世界最大 浩瀚无垠 都是肥田沃土 所以他要多少地就多少地 俄罗斯因为他可以完全靠他的 浩瀚无垠的土地来解决他的食品问题 我们国家土地支撑得了吗 商业模式以上的说法 为什么苏联 不是俄罗斯他不搞转基因 俄罗斯的农业 根本没有达到 把他的粮食在全球进行销售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 在一地上他是非商业 他尽管也有出去 但是和美国纯商业化的 这种农作物的销售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商业模式上 决定了俄罗斯也不会走上这条路 我们国家现在要缺少 要确保18亿亩粮田 粮田很少人口太多 要近14亿人口 差不多美国的更处的粮田 是中国的翻番 36亿亩 36亿亩粮田 他还经常的轮根 我们不是轮根 一年两季 一年三季的土地都有 都很难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现在世界还有一些粮食大国 像阿根廷 像巴西 这三个国家的农作物 基本上比如说像玉米 像大豆 绝大部分都是转积 我们就我就讲大豆 差不多我们每年进口大豆 几乎要进千万吨的增加 2014年六千多万吨 去年要达到七千万吨左右 而且这个大豆进口国主要是哪里 巴西 阿根廷 美国 我再告诉各位 80%是转积大豆 比如说黑龙江就一个省 500万吨的大豆 但是他这个大豆的炸油厂 不用他的 为什么 进口的大豆要比他便宜 一千多块钱 所以在市场化 城市化 蛋白质要求很高的情况下 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 不得不大量的进口大豆 另外一个 大豆炸油炸完以后的这个豆泊 这个豆泊给谁去吃 我们给这种猪啊羊啊牛啊 给他吃鸡杆 所有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 他也要给他蛋白质 那么这个豆泊里面的 这个含量很高 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吃的 许多猪啊鱼啊肉 这些肉类里面转积金也不少 但是呢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画风两头 既是他正面的 也就是他反面的 我去举一个核爆的问题 爱因斯坦发明了一个核能 核爆 他也很恐惧 他说我的未来可能是给人类带来灾难 所以人类也承受过两颗原子弹的灾难 我们人类也承受过核电厂的灾难 从美国苏联日本都有这样的案例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灾难 我们人类就停止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呢 没有 所以人类仅仅是提出来要控制它 所以我在这里再说一个 我也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方向 我在这里讲战争 我们农耕文明冷冰期 工业文明热冰期 现在都是导弹 战俘是导弹 巡航是导弹 什么什么马赫 都几个因素的这个导弹 但是在这之后是下一代是什么 我曾经专门讲过战争 那就是靠电磁炮 那就是靠接光 所以在这个接光问题上 今天我听到一个新闻 我们中国又开发发明了一种 短距离的超强接光 甚至是千万分之一秒的 那种那种那种接光 这种接光的突破 在物理学的研究中 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 这个话题我不展开去说 就当这个电磁炮接光的战争时代 过后是一个什么战争 那就是一个生物战争 所以关于这一条 现在全世界 我们现在在吵架 在争论 但是在全世界最恐慌的是谁 恐慌的是美国 所以911恐怖事件以后 美国有一阵子我们新闻看到 一些国会议员 一些国家要人收到了一群信封 信封里面有什么探居毒粉之类的东西 所以美国在防范恐怖袭击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条例里面 专门有一条 它用我们中文的一个词叫布萨特 什么是布萨特呢 就是特制的生物事迹和毒素 那么这些特殊的生物事迹和毒素呢 从哪里来 真的我奢侍求是假的 就是从基因种来 比如说我去讲一个橙子 这个橙子呢 我曾经也种过水果 有一种小虫子 它称之为是 这个翅膀的翅 翅膜内的一种飞虫 这种飞虫钉过你这个橙子 油脂 柑橘 所有这些东西被钉过以后 就完蛋了 就接不出来了 所以美国这个橙子 原来世界销量很大 结果一个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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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各种各样的农药 上去不管用 最后像这种小虫子 比苍蝇还小小虫子 竟然它的抗药性达到一万倍 这下完蛋了 如果继续弄下去的话 你这个橙子农药的渗透性 你还能吃吗 所以现在美国 专门把某一段的基因 要折了进去 折了一个什么基因呢 这样的基因形成的蛋白质 这种小飞虫 如果一旦吃了以后 它就死翘翘 中国的棉花 棉花在七十年代 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虫子 叫棉林虫 这种棉林虫一定了以后 整个这个棉花就是没有 没有棉花 这个事情讨厌了 那叫打杀棉林虫的药 这个药打下去越打越多 它抗药性是越来越强 打到有一年 把棉林虫从棉花上把它给摘下来 放到药里面去 放一放 你把它拿出来 这个虫竟然还活着 被那个药 然后经过的棉林虫被积压 被积压一吃 那个积压就死掉了 所以到了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国家早年 比较早的就同意了 批准了 就是棉花的转积 要解决 解决棉林虫的问题 所以在农作物问题上 随着我们化肥农药的设施 到了一定的零件 已经不管用 不管用怎么办 就要有重化工的 这样的一种工业经济的手段 走向生物经济的手段 那么生物经济呢 就把这个工作做到前面去 转基因技术突破 是福音还是潘多拉磨合 打开潘多拉盒盖以后的基因经济 如何对它进行管控 转基因商业化争议在起 是科学进步还是违反自然规律 美国围绕着这个事情 也吵得一地鸡毛 公司与行业得赔论趋势 转基因的争议 所以我讲了这个话题 实际上两面性都有 一面性我们未来迎接 可能会面临生物的战争 最近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俄罗斯许多基因的专家 遗传学的专家 纷纷的出走 干嘛呢 它没有舞台 没有平台给它去研究 所以我在今天料一句话 如果俄罗斯在导弹时代 它可以取胜 甚至在激光时代 它可以取胜 由于它没有面大量广的 基础的科研人员 它在什么战争时期 很难保证俄罗斯 依然有今天普京的这种 这种枭雄的这种气魄 所以我们讲 我们在重大领域 当然在这里面最关键的 我们要对它进行控制 最近我又看到 美国有一篇报道 美国很有意思 如果这块地 是种转基因的 它边上一定要有500公厕 要给它流出来 是非转基因的 然后在非转基因的土地上的 那些有那些虫害 这些虫害呢 它没有吃 对它有危害的这种东西 它可以在遗传上呢 让它吸射 这美国确保了 所以转基因这个话题 就像核能一样 人类还处于研究过程中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不是要不要搞 还是要控制的问题 第二个 对广大普罗大众 要有一个知情权 广大老百姓要知道 我吃的东西 究竟是不是转基因 那么现在呢 美国五回老族这个事情呢 也炒得一地鸡毛 炒了好多年 各个州有各个州的做法 有的来左一点 有的来接近一点 保水一点 这次前两天 美国统一 在联邦政府层面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法规 标识法 就是美国生产了那么多的转基因的舍品 你一定要在商店里面 你贴上一个标签 因为现在有机舍品的价格很高很高 我相信我们国家 今后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呢 它的控制和老百姓的知情权 都会相应的得到一些发展 但是我在今天和各位要交代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农业 传统的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IT经济 数字经济 最终走向生活经济 这是人类一个大的规律 在这个规律面前是不可逆的 你比如现在赛卡病毒 这个赛卡病毒出来了以后呢 也有阴谋论说的 赛卡病毒最近是哪个国家搞的 我认为目前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但是要治疗赛卡病毒 要靠什么手段来 还真的要靠基因技术来 它要生产 在基因这个层面上进行调整了以后 那种育苗 因为它的宿主啊 得了这种病毒的宿主 比如说母亲 她自身危害有限 但是她生出来的小孩 她遗传下去了 变成小脑袋了 所以小头病 换句话说赛卡病毒 还成为小头病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都要从基因的 转经的角度去进行处理 基因的这种幸福 我们今天在中国 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基因公司 在那里从事做一些生产和研发 我甚至为我们上海的某一个 某一个重要的一个科技园区 要占领生物经济这个高低 所以过去呢 德国因为它不是一个农业大国 转经也不行 所以它怎么办 德国凭借出它强大的力量 它要把目前最 这句话我要打引号的 臭名昭著的 这个臭名昭著是反基因的人 给它扣这顿帽子的 孟三都 许多孟三都的这个 这个转经产品都是这家公司的 所以德国人准备把它全部吃下来 现在还在谈 我还没看到最后的结果 但是孟三都的有一些产品 从商业角度讲 真的是不得了 比如说它卖种子 它印裂倒股的种子 是一块钱到三块钱 我们要几百列 才是一块钱到三块钱 我把它转经定义为什么 定义为我们 终于人类可以制造生物了 我记得我曾经在讲 材料革命过程中 我提了这句话 人类终于可以制造材料了 过去所谓的材料 都是大自然的 鬼附神功的造化 比如说铁矿石里面 我们加工了以后 铁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在原子的层面 来改造纳米 达到一种新的纳米结构 我们制造了一种新的材料 那么现在基因这个话题 就让人类进入到了 一种制造生命 不管我们今天 有一些人舒服不舒服 理解不理解 许多科学家 已经把它定义为 是畅士纪的引擎 那么我们今天 在基因经济问题上 我们如果真的要较增的话 整个自然界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转基因的过程 什么道理呢 我们地球 太阳系 多少亿年 地球是43亿年 有人类的是几百万年 在几百万年 它不断的基因也在变化 因为地壳变化 各种各样的灾难 所有变化过程中 它是有一个基因的调整 但这个调整是一个自然过程 现在人类的发展呢 就是贪婪 它想压缩这个过程 你比如说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自然选择 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论 是要加速的 压缩 压缩它的这个进化过程 但实际上呢 它一样的 自然它也在基因 它也在编辑 无非它的时间 拉得比较长 那么另外呢 在意大利 有一个叫格兰苏史克 这个药物公司 这个公司 现在它打出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什么 它说没有效果 我就退款 什么道理 因为它这个收的费太高 一次治疗 如果把你这个病治好 按人民币计 要四百四十万 不得了啊 要四百四十万 怎么承受得了 好 它告诉你 如果治疗不好 我退钱退给你 它解决什么问题呢 也是小孩 天生的遗传基因中 有缺陷 那遗传基因 这些 既然你这个刷螺旋的 你的谱都解读出来了 你都知道 哪一段是缺陷的 好 它就把那个缺陷的东西 拿掉 给它一个好的 这么一来 在欧洲 有一些病 如果按过去 纯粹是传统医疗 换 所有的果髓换掉 那它不得了 在这个价钱 可能还要翻一翻 那么现在通过 基因技术了以后 就可以达到四百四十万 它最大部分都是 我看都是成功的 但是有不成功的 也有 它也做了承诺 退款 退了好像有两亿多 两亿多欧元 所以它牌子也做得很好 所以许多有这方面 遗传结病的那些 富人们 他们去 其实穷人当然是受不了 转经呢 各位啊 在食品领域呢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它都是吃的嘛 这个民意收入一天 你吃的东西都要很 很谨慎一点 你现在还没搞透 你就大量的吃 怎么怎么的 好像有一种风声 鹤唳 头皮 发麻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 转经绝对不仅仅是 食品这个很小的范围内 它已经表现在 很多领域内 特别是它的成功领域 在医疗拯救生命 甚至在我们的材料的 一种革命上 在伊西利的领域内 我们的基因技术 都在展现着 它们前所未有的 那些功能 所以我们对 对待这样的一种 新经济的业态 我始终认为 围绕着新的经济的业态 我们要有一种 开放的循环 要去积极地应对它 当然对它的负面效应 真的是一定要谨慎 甚至诱顺 尤其是在性质社会 有的要把知情权 交给老百姓 它是两个事情 一个猪呢 它和人类的相关度 特别高 另外呢 在猪身上呢 有六十二种 人不好的 对人不好的 那种病毒性的 那种遗传基因 所以人们就把 这六十二颗地雷 给摘了 所以现在呢 就大量的 进入到了爱典林 草甘林 阿根廷的大豆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主要就是我刚才提的 草甘林的这个 储字堂 因为它要用草甘林 飞机拨撒 才把白草给杀掉 但是大豆的豆苗 草甘林 怎么来规避它 所以它在基因问题上 就折漏了一段 我们说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 基因经济时代 它的战争样式 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情报战 情报战的内容 也不一样 如果过去我们 偷一张 这个城防图 这是它的情报 那么今后 偷什么图呢 就是一个 人种的基因图 比如说亚洲人 中国人 非洲人 白人 印第安人 它所有的图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倒感觉到 我们国家 也都要慎重 现在有一些 我们这样的信息 是不是把它 作为一个国家安全 把它严加万全 所以总而言之 在基因这个问题上 我们积极地 要去迎接它们 不是要慎重地 去对待